好的 那之前講的那些表格 都是你必須在CAD裡面自己打 或者是我去把原來外面的複製貼進來 但是跟原來的檔案是沒關係的 如果說你想要有點像連結的方式 在CAD也是可以做的 那最好的方式還是要記得 圖層要做 文字要做 然後文字要做 然後標格形式要做 那我這裡因為我開新檔 所以我現在是沒做 我直接講插入 在插入面板這裡有個叫資料連結 Data Link 你等一下它 然後呢 在資料連結管理裡面 就是專門讓你去連結Excel的 那你就跟你講 我要建立一個新的Excel連結檔 所以我選它 然後我給它一個名字 順便給它一個名字 確定 然後我就問說你要連結誰 OK 我就選擇 我要去連結那個檔案 所以我選到我們的第10個資料夾 這裡 剛剛這個Excel 那記得那個Excel 你先把它關起來 然後呢 這邊你可以選擇相對路徑或完整路徑 那它自己會跳 那OK 這樣你就建立了一個資料連結 確定 也就是說 在我的 這個檔案裡面 現在有資料連結了 那但是我還沒有表格 所以我們要去插入表格 所以我選插入表格 插入表格之前其實你應該先要選表格形式 我選插入表格 我就不要直接插入 記得這裡換資料連結 跟它講我要選剛剛我去連結的那個檔案 那它就自己去萃取剛剛那個資料了 確定 那你就可以把這個表格給插進來 那因為它是用連結的方式 所以最重要的就是 如果我今天打開這個表格 假設我修正一下 這裡 多加一點字 那存檔 存檔 回到CAD這裡 你看它沒有變 對不對 但是其實 注意看一下 右邊這邊 這個叫資料連結 它現在其實是有亮起來了 它變橘色了 那以前其實是會挑一個泡泡出來 它跟你講說 資料有 問你要不要更新就對了 但是現在沒有挑泡泡 文字泡泡 沒關係 一樣 對它按右鍵 跟它講更新 更新 來 是不是就更新了 那當然你如果這個檔案有存檔 你只要一開啟檔案 它就一定會更新 第一次開這個檔案 它是一定會更新 所以這個資料連結的方式 就是總之這裡有修正 存檔 記得要存檔 這邊就會跟著修正 這樣子是 如果你真的必須在CAD裡面 使用大量的表格 大部分我們都會用 資料連結的方式去做 那我再把最後一個講完 剛剛我們可以把CAD的 把eSale的東西貼進來 那如果這個表格 我後來我想要把它貼出去 我隨便選一個 選這個 我後來想把它 匯到eSale裡面去 也是可以匯出去 你就選取這個表格 按右鍵 就會有一個叫做匯出 這裡 這裡匯出 那匯出的話 副檔名叫CSV 就是 通常是只要是 有表格資料都會匯成這一種 那你就可以給它一個名稱 按儲存 這樣就是匯出去了 那在我們的資料夾裡面 就會多一個eE的 剛剛講的CSV檔 那CSV檔其實你直接點它兩下 它也是用eSale開 它就把這個表格匯出來 那你當然可以編輯 你自己再去存整你要的檔案 所以 來 各位試一下 剛剛提到一個叫Data Link Data Link是 插入面板的資料連結 先去新建資料連結 然後呢 再去用表格 再去用註解的表格去把它插進來 然後第二個是 提到的是匯出 表格宣傳按右鍵匯出 那 這裡有一個小地方要注意 就是 剛剛在建立新表格的時候 一般啦 一般你都會去選擇 都會去選擇相對路徑 相對路徑就代表 以後你只要那個eSale檔 CAD擋在同一個資料夾就可以了 沒有人會去選完整路徑 那這邊因為電腦的關係 它一定要你調完整路徑 那 等一下試試看 也許你放桌面或放哪裡可以 但是我現在我的低潮 是不能夠選完整路徑 那一定 大部分都會選相對路徑 不會有人去選那個完整路徑 來 來 試一下 試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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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